E-Class 好的 其實從2016年到現在 賓士的E-Class 新世代推出已經有將近四年的時間 那在今天在我身旁這一台 是全新小改款的E-Class 其實在這三年多的時間之內 說長不長 說短不短 在整個業界也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 例如在中大型房車上面的一個試圍 可是我相信賓士的E-Class 一直是關於高階主管 關於想要購買中大型房車 很多人的一個首選 它一方面可以展現非常豪華的氛圍 一方面也搭載了很多新世代的科技 今天呢 全新小改款的E-Class 分別有三種不同的車格 包含了我身旁的Sedan 另外還有Estate 也就是旅行車款 最後呢 Coupé車型 雙門的樣式也在今天是一併的推出了 建議售價部分 四門的版本 我身旁這一台Sedan 最便宜是從269萬元起 旅行車Estate的版本呢 292萬元起 至於雙門的Coupé車型呢 則是292萬元起 另外在一些車室的編程部分 包含了200 300 以及AMG的53車型 都一併有推出 不過目前在旅行車型上面呢 我們還沒有看到 53的版本 所以這個也是值得我們好好來期待一下 我覺得大家對於這個世代的E-Class 最明顯的差異會落在外觀上面 因為在車頭把它修整得非常的銳利 看起來好像比較乾脆了一點 另外呢 水箱護照 它變得更加的廣大的 我們旁邊看到這台車呢 它搭載的是 Exclusive套件 所以它看起來比較大氣一些 另外還有Avanga 還有AMG的版本 它在水箱護照的形式啊 在上面柵欄組的一些搭配啊 也會有一些的不同 而且我覺得 讓我非常高興的是在於 23匹智慧駕駛的輔助套件 這一次全車系都是標配 所以不用再加錢來做選配了 兩旁的同身組 當然也做了一些重新的整理 你可以發現它跟賓士新世代的一些車子 有非常類似的一個面容 你也可以選配MultiBeat 也就是高階的智慧型多光速頭頂 下方的錢包桿啊 我覺得 看起來 雖然 你會覺得第一時間 你沒有覺得它非常的鋪張 或者是說外觀上面有非常強烈的觀感 但是它也藉由一些線條的整理 讓它看起來跟過去的E-Class有很大的不同 另外我覺得在外觀上面有很大的分別 是在於它車尾的部分 尾燈組呢 跟線條融合的感覺會變得更加的強烈 我覺得有點類似於新世代CLS的感覺 它把整個線條跟尾燈組的燈殼 做了非常齊平的一個設計 所以看起來也是跟過去有很大的不同 而且在內部燈組包含導光條上面的排列上面呢 都有一些分別 所以我覺得在車頭以及在車尾呢 是這一代的E-Class表現得最為突出的地方 好的在內裝的部分呢 其實你可以發現它跟非常多新世代的賓士車具與惠 都有吻合 而且在整個布局啊 在材質的應用上面啊 我覺得跟之前的CLS是非常類似的 但是當然質感我覺得又變得更好了一點 我覺得首當其衝的是在於它雙螢幕的系統 其實在我們以SERDEN版本來說好的E-200 AVANGA車型呢 它是搭配了10.25吋的雙螢幕 但是在以上的車型 它全部都是搭載了12.3吋的雙螢幕 所以目前我們所看到的這個樣式呢 它都是12.3吋的 裡面整合的項目我相信也不用多講了 你的儀表板啊你的導航啊 MVUX的系統啊所有東西都在裡面了 另外在方向盤的部分 我覺得在E-Class這個特化上面呢 我認為它也做了非常不錯的一個佈局 因為它使用了一些不同的材質 還有不同的形狀來做型素 這一代E-Class方向盤確實是更有質感的 另外在這邊中控的這個部分呢 其實跟過去非常多賓士的車款都很類似 我今天在這邊不多講 但是呢我覺得在材質上面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因為它使用了一個木紋飾板 當然這些部分啊 你都可以來做選配來做升級 包含你的座椅 包含你在內裝上面的一些飾條啊 飾板上面啊都可以有不同的風格 另外呢雙前座椅採用的是 我覺得它應該算是舒適化的座椅 當然是有多種的電動調控機能 但是啊如果你今天想要通風 你想要加熱座椅的話 我覺得這個的部分呢 就留給你之後去做加價來做選配 你有什麼需求 你都可以來做選配 我覺得這個是賓士 目前為止他們所使用的一個銷售方式 但是我還是要再說一次 這一次終於不用遺憾 因為23匹智慧駕駛輔助套件 已經全部標配在上面了 好另外呢在後座的部分 其實這一代的E-Class跟上一個世代呢 它在軸距啊在整個車身的格局 是沒有相差太多的 所以我認為它在空間的表現上面呢 基本上是一致的 另外我們講到它的整個動力的部分呢 其實在200以及300車型 它都是使用了一具實際排氣量 1991cc的渦輪增壓引擎 另外再搭配上了EQ-Boost 48V的 輕油電的動力 所以它額外可以給你14匹的馬力輸出 在200以及300之間呢 它最主要的差異就是 在輸出的調教上面有一點不一樣 所以200是沒有超過200匹的 但是在300的部分 它就可以給你非常飽滿了一個動力 搭配上9速的手自排變速箱 其實我認為E-Class在這個世代 應該還是會維持一個比較平順 比較舒適的一個動力的感覺 當然這個在未來的試車呢 我們才可以深度的去感受到 另外我們說到在53車型的部分 則是搭載了一具 3.0升的16引擎 搭配上EQ-Boost 額外可以給你22匹的馬力 所以我相信如果今天你是要 這樣子的格局 但是同時你又要擁有 非常非常猛爆的性能的話 我覺得53應該會是你的選擇 而且53它還有另外再搭配上的 4Matic Plus進階的四輪傳動系統 所以我相信在整個 循跡性啊 在穩定性啊 甚至在一些運動化的特化上面呢 53它都可以給你比較足夠的一個 動力以及操駕的氛圍 這個是我目前對於E-Class的一個想法 就外觀就內裝就動力的部分 等到之後實際試到車了之後呢 我們可以再給大家更多的 關於操駕 關於它動力氛圍的一個感想 我是利益 掰掰